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跟我念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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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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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影视 我们观音视主持 上遗下乐大法师 在座的诸位大德法师 诸位居士菩萨 大家阿弥陀佛 昨天是我们中国 孔老夫子的圣诞日 今天佛丽2558年 8月28号 我们包头观音寺 尊敬的伊勒大法师 成就我们廉池海会的道场 让我们在这里 译佛念佛 思维佛陀的真实意 虽然身在娑婆世界 但是佛的光明 将照亮我们的前途 将与极乐世界相拥抱 虽然身在这个娑婆世界 但是通过佛经的引导 我们的实践 我们可以心安住于极乐 七神净土 所以 今天我们要大家一起学习的 佛说阿弥陀佛经 在讲经开始之前 我们大家已经送了一遍 这个经典 佛说阿弥陀经 是我们汉传佛教当中 最普遍的一部经典 乃至每天我们都会念诵的 所以这是一部 既不变 同时又关系着我们 每一个人学佛 佛子们怎样了解生死轮回 怎样超脱生死 怎样往生净土的一本 重要的经典 在娑婆世界 讲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讲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 也是五着世圣 怎么样子降服烦恼 怎么样得净念现前 怎么样得极乐的 这个七神净土 能够得极乐世界的 这个种受用 这个 不是泛泛而得的 没有任何一个法门 没有任何一个修行者 不是经过苦修而来的 你说念佛净土法门简单吗 好像简单 但是你看哪一位净土宗的祖师 是很简单就得到了念佛成就的 是不是 四众弟子 纵然从佛陀到今天成就很多 但每一个成就的人 都有他自己刻苦的过程 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这些成就的模范 然后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法会难行 道场难行 所谓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道场难行 你看我们 这个北方的寺院 少 出家人也少 已经是属于末法的很多的像了 所以我们尤其要珍惜 这样子的道场 我们 一同来学习 一同与佛在一处 一佛念佛 这个经典读 好像都懂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经典 佛教的经典 白化文 它不是属于古代文言文 白化文 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 纠摩罗斯大师翻译 但是到今天读起来 朗朗伤口 意思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很简单 但是 有讲的必要吗 老师跟你们说 我决定要讲这个阿弥陀经 我自己都后怕了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经是最甚深的经典 是唯佛与佛方能知道的 刚才片子里看到了 那个摄利佛尊者眉毛都白了 摄利佛尊者十六岁跟佛出家了 到他年纪很大了 佛陀才说阿弥陀经 然后在场的所有千二百五十弟子 文殊 普贤 观音 这些大菩萨们 弥勒菩萨 常经经菩萨 都在 乃自 第十环音 诸天 王都在 没有一位站起来问 问不到这个的 这个经书以佛不问而自说 不问而自说 这个世界谁能够知道释迦牟尼佛的境界 这个世界谁能够知道阿弥陀佛的境界 这是最高的 最高的 佛 说释迦牟尼佛即使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将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 其实也是讲释迦牟尼佛内在的境界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 是一还是二啊 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 跟释迦牟尼佛的亲近国土是一还是二啊 是一啊 我们这五浊恶事是佛的还是我们众生的呀 众生的呀 所以佛能在这个五浊恶事 说此男性之法事为甚难呢 不要说我今天传习讲这个法难 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都事为甚难呢 你还认为这个是简单的吗 简单不简单 不简单啊 所以我们要不要集中精力好好听啊 要好好听啊 六字红明是万德庄严的啊 讲万德其实就是无量啦 无量啦 无量的德庄严的 所以这里面的当机众 这本经典的当机众是谁啊 是大致设立佛尊者 千二百五十弟子当中 智慧第一的设立佛尊者 那想想我们在座的 我们也不是出家人 也不是出国 虚托怀 也不是斯托汉 也不是阿纳汉 也不是阿罗汉 我们是博地凡夫 要不要认真听 你认真听 还不知道能听懂多少 你再不要说散乱心 散乱心根本是门外汉 所以讲经 我们来研读经典 就要我们来学 就是要自己提高一步 对不对 那学习要有把状态 学习的状态要调整出来 所以一进入 要进这个门 这个楼梯之前 就要想着当愿众生 谦卑我的心 要让我的心低下 今天虽然我们是在地下室 那又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心要谦虚一点 都要谦下一点 海纳百川 对不对 海一起低而成纳百川 人一起低怎么样 人如果能够签下 就能够进步 所以每进一个 这个楼梯要往下走 这不是楼梯要往下走 这是我们的心态 要放低放低 再放低 谦虚谦虚再谦虚 对不对 所以你看走到法堂了 这么多佛像庄严 这个是讲法的所在 这几天我们包头 我们观音室 就变成了清净的世界 不要说进法堂了 一进观音室后来 你都没有说话的地方来 把心静下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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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 到法堂里也是这样 以后我们在法堂里 听不到声音好不好 那心清净 口射住了 口首先射住 你口射住了就没有噪音了 念佛也是口念 口念耳朵听 那现在我们口把它射住 射让清净 口清净 耳朵也清净了 所以都射六根呢 我们要整个身口一清净 六根射住 听经的时候 又要眼睛看着 耳朵亮亮的 息耳恭听 心要去思维法 要好好的这样相应 这样相应的时候 除了我用嘴在讲 请问 我们有没有祈祷 诸佛菩萨降临 有没有 那你同时要不要感受 佛菩萨现场的加持 这个不仅是一个讲经的法会 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开智慧灌顶的法会 是不是 灌阿弥陀佛的光明 灌观音菩萨的甘露 对不对 所以观音菩萨 所以你们要观想 不是坐在板凳上 你要观想自己坐在莲花里 两个脚也不是放在大地上 也放在莲花里 我们的心也 也是坐在莲花里 好不好 那今天就变成莲池海会 那墙上的有没有看到 莲池海会 然后呢 这边什么呢 你看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那我们这样的 是不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 那我们这样是不是 往生极乐世界的阵阴啊 往生之阵阴 就此种下九品之莲台 消我们无量节的生死重罪 甚至为我们娑婆世界 做良福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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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法会 我们这么多人 几百人聚会一处 会不会放光 会不会 会不会把极乐世界的 这个光明 在射到 在折射到 我们的 有缘的众生身上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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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现在你在这听经 你的光会不会照到你家里 会呀 照到你住的地方 你工作的地方 那你看看 所以我们的心 你清静下来之后 就有这么大的功用 所以听清静下来之后 所以听经文静下来之后 要替一切 为了一切 如母的众生 一切 众生过去都做过我的父母 现在在轮回路上 我以听经文法的功德 回向如母的众生 报答其恩 令他们业障消除 福慧增长 令他们也能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每个人背后 都有无量的众生 等着我们在这里听 无量光 无量寿的功德 回向利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重任在间 你哪里有机 时间还讲话呀 还散乱呢 是不是啊 所以发起这样的菩提心文法 那我们每一位在座的 都变成了阿弥陀佛化身了 都利益你背后的无量众生 所以这几天听法 不仅仅我们身心清静下来 甚至我们异佛念佛 整个在佛光之中 无比无辞 这个没有彼此 甚至凡胜一体 甚至凡胜能一体 甚至我心 佛心 众生心 能心佛众生相容 能把娑婆世界 能把它转化成 转法轮 把它转成极乐净土 这才是我们这个三天 讲经法会 我们要达成的一个 要能够展现的一种功德 所以这需要我们 大家每一位菩萨 都能够 投入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作为我做的上面 只是一种因缘 然后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变成像阿弥陀佛一样的 放光 射受众生 让众生离苦得乐 让极乐世界通过我们的心 展现到这个世界 这才是我们这三天法会的 要实现的 所以今天我们 先是发这样一个 广大的心 来 跟我一起念 为天边无际的 如母众生 发殊胜无上菩提心 发殊胜无上菩提心 而如礼地听 而如礼地听 有个经典 它有几个部分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 经的题目 经的翻译者 和经的正文 这三部分 经的题目呢 是一个经的 核心内容 也就是所有一部经 通过经的题目 就可以提纲气领 我们现在学习的 佛说阿弥陀经 所有佛经题 一般性是分成七种 七种经题的方式 一个是 比如说 我们那个一点 就是概括的 就是人 一个法 一个比喻 人法欲 像这本经的名字 就属于人 佛 是 说婆世界 能说的人 阿弥陀佛 是极乐世界 这个所说的人 所以佛 是 释迦莫尼佛 阿弥陀佛 是极乐世界的 教主 他们都属于人 所以这个经的题目 就是里面 没有讲法 也没有讲到 比喻 它属于叫 单 人 立名 像 像我们 其他的一些经典 有人 法 立名的 有人 比喻 立名的 也有法 和比喻 立名的 也有人 法 欲 全部具足的 但是我们现在 学的这部经 只有 讲 是属于 人 但这个人呢 是什么人呢 佛是 此方世界 我们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 是释迦族的圣者的意思 释迦族的圣者 作为佛 叫 自觉 绝 绝他 自他 圆满 自觉 从自觉上来说 他别于一切凡夫 我们这个凡夫啊 我们凡夫都有佛性的 但是我们虽然有佛性 但是我们不自觉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佛性啊 有啊 但是我们有没有开始自觉呢 我们没有 所以佛叫自觉 他已经知道自己有佛性 然后安住在自己的佛性里 但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 绝他 绝他 有别于 身闻 圆绝 身闻 圆绝 能够达到自立 自觉 但是 不绝他 自他 圆满 这就有别于菩萨 菩萨虽然利益众生 但是还没有圆满 所以佛就是 自觉 绝他 觉醒 圆满 这个 释迦牟尼佛啊 在我们贤节当中 第四尊佛 是我们人的寿命 最短的时候 是五着恶事 最适圣的时候 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上 我们人间来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的 前一尊佛 家舍佛 家舍佛时代 人寿两万岁啊 两万岁 就好像我们开车 从大同开来 内蒙一样 路上看到有煤矿 他们就说 你看这个煤矿啊 那过去那个树多大呀 那个森林多茂密呀 那才能形成煤啊 煤矿啊 那要多少多少多少年前 百万千万 亿万年前 那个时候 家舍佛的时候 人寿两万岁 那你想想 那个树有多大 对不对 那人寿两万岁 也已经属于五着恶事了 两万岁都属于五着恶事 那下一尊佛呢 弥勒佛来成佛的时候 人寿八万四千岁啊 人的个子有千丈神啊 千丈之高啊 那我们释迦牟尼佛 在人间乙君山高个子了 叫藏六今生 那所以说 释迦佛陀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藏六今生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但是要比起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千丈啊 千丈精神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那个加沙 那个加沙 金铝加沙 我们这次到那个忽视 保尔汉佛塔 保尔汉佛塔说 里面有佛设立 有那个大阿罗汉设立 本来他们说 有十大弟子设立 后来师父说 他说吉日九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设没有 为什么大家设没有 大家设还在入定啊 他没死啊 所以他哪里有设立啊 加沙尊者就捧着这个一 在入定 就等以后的弥勒佛出世 弥勒佛出世 带着弟子们到基竹山 引进一圈 基竹山像莲花一样开开 然后再一敲轻 加沙尊者出定 然后把那个袈裟奉献给弥勒佛 弥勒佛把那个手 就这样捏起来的 拿不到啊 那个衣服太小啊 拿起来 我一劈 两个手指头也盖不满 你看 释迦牟尼佛藏六金身 他劈着袈裟 到弥勒佛手里的时候 两个手指头都盖不满 一块小补丁一样 那你想想看 弥勒佛多大 那请问 那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人当中 已经是 脏六金身 又高又大了 他为什么跟弥勒佛比起来 他那么小呢 那请问 是弥勒佛功德 比释迦牟尼佛功德大吗 是不是 那因为什么 我们想想看 因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们众生业长重啊 是不是 卑劣 我们这个卑劣之神 所以释迦佛陀也跟着我们一起 献卑劣之神来度化我们 是不是 否则的话 我们现在的人 如果弥勒佛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站在他面前 那个大木脚趾盖都够不到 所以那个 我们那个四川的乐山大佛 那个说 哎呦 这个大佛脚真大呦 我上面能搓麻将哦 你看 都想不到好的 最多是想到在那边能搓麻将 很无聊的 五卓 这个就叫卓啊 你看 不干好事啊 以苦为乐 这叫 受着苦当乐的 颠倒 好事不做 以不好事为乐 你叫他学佛 他觉得学佛 学佛干嘛 哎 就那宝尔汉佛塔一样 那么大的塔在那里 我们要仰着脖子看 哎 但别人怎么样 看也看不到的 那么高的塔在那里 在他们眼中没有的 对他们来说 那只是一个 眼睛里看不到的 看不到宝尔汉佛塔 他不知道 那个什么意思的 哎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着恶的世界 叫烦恼着 烦恼着的世界 然后佛陀你看 释迦牟尼佛就来到这样的世界 人的身体悲小 福报也没有 罪业嘛 一大堆 啊 寿命又短 活短短几十年 整个一个人类文明才一万多年 啊 释迦牟尼佛 前一尊佛 加瑟佛 寿命 人的寿命就两万岁 一个人活的就比我们现在 整个人类的寿命还长 你看 我们现在可怜不可怜 那所以我们人生难得 这次也得到了 但是得到一个卑劣的 武作恶事的身 寿命短促 如白居过膝啊 就一道缝 那个白马 一晃 白影子一晃就过去了 我们要不要在这个一晃之中 要抓紧时间呢 投入精力在学佛上啊 如果在这个人生苦短的分析当中 能抓住佛的脚 我们说临时抱佛脚 那还真的是临时抱佛脚啊 那个人生几十年 你就一辈子抱好了 也叫临时抱佛脚啊 对不对 在无边轮回的苦海当中 利用这个人生保 人生是不是保啊 人生是保啊 人能思维啊 人能修行啊 利用人生保 抱住佛族 不放 能够学习佛的智慧 能够我们也追随圣贤 能够了生脱死 超出三界 这就是人中大丈夫啊 所以只要一时归于佛的 佛的弟子都叫师兄 对不对 为什么叫师兄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人中丈夫的意思 有的现在学佛的 不知道了 哎 师姐 哪里有师姐 我们佛教里没有师姐师妹的 都是师兄 为什么 因为归于佛 修行之人 都是人中丈夫 哎 我们社会上也是 有一些女的 德高望重的女的 哎 都喊她什么 都喊她叫先生 哎 先生 哎 再往前面都喊某某君 什么君 哎 这都是代表了 人中丈夫的意思 啊 都是 所以是 还有我们居士 我们中国文化里说 士农工商 这个士是最高的 居士是人中最高的 哎 有没有觉得 我们做局势很伟大 有没有觉得 哎 所以 佛在我们这样的世界 不问而说 阿弥陀经 这个说 佛用口说 用喉咙来说 为什么说 悲悯众生而说 从大悲心流露而说 说什么呢 说无量光 无量寿 说极乐世界 教主阿弥陀佛 本来我们这个说破世界 是一个轮回的世界 看不到 清净国土的世界的 佛给我们介绍 清净国土 我们现在人类文明 二十一世纪了 哎呀 拿射电望远镜 然后发射宇宙飞船 去找外星文明 找来找去找不到 找不到 但是佛陀是大智者 辨知一切 这个宇宙里 还有清净的世界 清净世界的 还有教主 佛陀能跟我们说 你看 我们现在讲的 佛历 两千五百五十八年 这是按照什么 按照小乘佛教 上座部的 他们纪念法 说佛历是这样的 那作为我们大乘佛教 汉传佛教来说 是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 也就是三千多年前 我们释迦牟尼佛就讲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还是一个非常先进 非常时髦的一个话题 那现在我们的射电望远镜 可以测到 我们这个银河系有多大了 那这个心外 我们这个银河系在往外 我们现在都能够有一些了知了 有一点知道了 了解了 所以说极乐世界 说一个宇宙文明 对现在来说 这个话题 不要说清华北大没有研究的 哈佛牛津剑桥也没有研究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这个 是我们人类文明里面 最高的宇宙文明 这个本身就是 有高能量 现在讲 有高能量 有大智慧 有大智慧的 有高能量的 所以我们这两天在研究 学习这个经典的时候 我们不仅观音寺 我们内门 我们全中国 我们全地球 都会被我们这次的 阿弥陀经法会加持到 因为我们讲这个经典的时候 极乐世界跟说婆世界 就联网了 是不是 不得了啊 那我在这讲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从你们来参加法会 就发现自己有点不一样 你的细胞有点不一样 有的人上有乐器的 来参加法会之前 开始拉肚子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法会 这个是高能量啊 那你身上的有邪气 你身上有阴气 那就就这个光一照 那就把你排掉了 又拉肚子了 有的人头疼了 有的人肚子疼了 有的人头晕脑胀了 这都是什么 都是瑞相 我今天这样讲的 比较通俗一点 那如果按照佛教理来讲 释迦牟尼佛 是代表 应我们说婆众生的 积而显现的一尊佛 化身佛 这个说 是大悲心的光明而流露的 这是报身佛 阿弥陀是法身佛 也就是说 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 是一切诸佛的本地疯狂 辱辱不动 长济光的状态 清净法身 这个长济光 不仅仅诸佛果地充足 果地具足的 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众生 四身六道的每一个众生 都是当下不 这个不无的 都是当下具足的 我这样说 我们在座的诸位菩萨 是不是你回光返照 你有没有佛性 你的佛性是不是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这个说 就是说我们本 每个人都是具足的 从今到果 再生不减 再佛不争 这个无量寿 阿弥陀 无量光 这叫清净周辩 法身的德 说是大悲光明辩造 这个是报身的德 释迦牟尼 是应众生机而现的 化身的德 所以这部经 为什么我那么 敬扬 甚至 赞赞兢兢 虽然讲这个经 但是我内心有一种惶恐 就是因为这个经 是佛陀讲的 诸佛果地的一阵 庄严 若通过众生明了了之后 我们的心向往 我们众生从因地 去入果地的一种方法 静就是方法的意思 静者静也 静 路静 方法 所以这个经的题目 题目又分 通和别 经这个字 是一切经都通 都是叫经 别就是佛说 阿弥陀是别 这个经 凡语也叫修多罗 修多罗 我们此地 中国翻译着 叫弃经 它的意思呢 如方法 路径 如涌泉 也如什么呢 也如我们那个 传念珠的那根线 贯彻之意 它把佛的语言 连成一个完整的 又叫涌泉 那就是什么呢 佛的智慧 涌现涌出来 所以我们读诵的时候 也能引发我们的智慧 所以佛的智慧 如泉水 干露一样涌出来 也是对我们众生的灌顶洗涤 所以当我们受持 阿弥陀经的时候 读诵的时候 意念的时候 我们整个身心 这个完整的这一部经的能量 都会跟我们的身心世界交融 绝对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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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世界 为国家 为社会 为我们大家念呢 是不是 这就是出家人的伟大 我们师父说 做功课的时候 至少能够把阿弥陀经 能把心经完整的念一遍 因为如果在这个地球上 你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能把阿弥陀经 能把心经 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经念一遍的话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这次呢 简单的讲一讲 你要不是简单讲 就说释迦牟尼佛 好嘞 我们可以介绍三天介绍不完 是不是 释迦牟尼佛 八项成道 八项当中一项都讲不完 三天讲不完 八项成道 又三十二项好 三十二项八十种随形好 佛陀又分身与义 身的功德 身又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义呢 还有义的功德呢 佛还有义的功德呢 佛陀的身又分法身 报身化身 再分细一点 还分受用身自信身 还分 可以分 事业身 功德身 请问我们现在讲经现场 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事业身在不在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身在不在 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设立在不在 你们手里拿的那个经书是不是佛陀 就是佛陀的法身 法身设立呀 那我们今天你能看到出家人 请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寺院还有出家人 这个威德力从哪来的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威德 我们还能够学佛在座的在家弟子 能归一三宝 受持五戒 穿着海青 搭着漫衣 能知道佛 能知道学佛 请问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 我们今天在讲经说法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释迦牟尼佛的事业 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坐在释迦牟尼佛的莲花里 所以这个从哪一个角度去讲 都是占莫能穷 所以过去智子大师说一个庙子要说九十天 三个月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短平快 快餐文化 所以我讲经也要讲的简单一点 但是虽然简单 要你们大家知道 其实佛经不简单 是不是 六字鸿鸣 拿摩阿弥陀佛也不简单 拿摩就可以讲很久 阿弥陀 那个阿字 阿 不仅仅说 这阿弥陀三个字都是属于凡语 这个阿也是凡语 这个阿凡语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空性 那你想想看 我们在座的菩萨想想 这空性 讲的阿字 阿是代表空性 那空性可以讲了多久 可以讲多久 释迦牟尼佛就讲了二十四年 就讲这个阿字就讲了二十四年 诸法的空性 人无我的空性 法无我的空性 所以这个阿就叫清静周辩 在阿字面前请问 有没有这个地下室的像 在阿字面前 这个柱子有没有这个柱子像 在阿字面前有没有我像 有没有人像 有没有众生像 有没有男像 有没有男像女像 有没有老者像 小孩子像 没有受者像 阿字啊 这阿字本身就是无量 本身这个阿字就是无障碍 是不是 我这样讲你寒毛有没有竖起来 那我这样一讲你这个 没有这个讲堂 也没有柱子 请问有没有地球 有没有五座二四 有没有梭婆世界 如果这个都没有了 极乐世界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当下就到极乐世界了 也没有坐飞机 也没有坐飞船 也没有坐光 如壮士屈身必须 就到极乐世界了 阿字伟大不伟大 阿字非常伟大的 叫无声的大空性啊 清净法界之本体啊 光从我们这个银河系 这一头到那头 都要走好几万光年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我们就是以光的速度 要升到那里 都可能性没有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佛 佛的力量是超光速的 对不对 那超光速 那世间人想 那超光速 那还有A点B点 还有说破世界 极乐世界呢 其实佛法没有A B点的 没有彼此的 没有对立的 这才是佛法 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啊 是不是 这世界需不需要佛法 需不需要不对立 这世界需不需要和平 这世界需不需要国泰民安 对啊 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这个佛光中来的 佛光是能量 是智慧 是道德 是行为准则 这个佛光就是会 这佛方就是病 这佛光就是戒 这世界多一个人学佛 多一个人有佛的心态 这世界就多一份 世界和平的能量了 这就是社会的正能量啊 是不是 这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啊 你现在越听越觉得 有味道了吧 是不是觉得 阿弥陀佛经我也读过来 刚才电视也看过了 到底还要听吗 那一句阿弥陀佛 多少微妙不可思议啊 我就连南无都没讲 南无 南无仔细也可以讲很久的 阿字也可以讲很久的 阿字我不是说了吗 释迦牟尼佛说了24年 从地上 从灵鸠山 说到竹林金蛇 说到这个 这个极树极孤独猿 然后从人间 说到玉黄大地 说到天上 从天上 啊就刻成天 然后又回到人间 说佛说了24年呢 这个阿 这个阿字你看 那弥陀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空间 光是代表空间 受是代表时间 也就是说 受是无量 光是无量 所以 我们只能简单的 所以说 详细的说 哎呀 不得了 但是我们想不想 详细的听啊 那你们好好念佛 到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 给你们说 好不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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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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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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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